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比如說這底色兩個都變黃色 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是它上面它現在到底是得幾分 得幾分的話呢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上函數有沒有 加總 加總的話呢我可以加總 第一個把這個範圍加總 對不對 然後特別注意喔 其實喔 上函數以往都是一個範圍加總 那如果你要兩個範圍加總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這邊再加個豆點 豆點之後的話呢 豆點然後呢再給它第二個範圍 這個範圍 這樣按打勾的話呢 它就兩個範圍加總 按一個打勾 特別注意這個部分可能有一些同學 大部分都只有用一個範圍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範圍就豆點 第二個範圍 豆點第三個範圍 它可以有很多個範圍 按一個打勾 這樣的話呢就2.5分 那你會想2.5分呢 到底它的結果 到底有沒有中獎 那我們怎麼去查詢呢 這邊對照表在這裡對不對 那怎麼知道它得了哪個獎項 我們在下面這邊做好了 它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其實這個也是前面我們那個 V-look 函數裡面 有大概的範例有沒有 那做法上第一個就是說呢 先利用那個什麼呢 V-look 函數 所以全部裡面找到一個VL VL 這個V-look 函數的話我發現 目前好像用得非常的廣泛 而且很多人喔 對每天都在用這個函數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搞不太清楚啦 不過呢趁這個機會呢 可以把這個函數呢 再講一下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它會有幾個要讓你填的 第一個呢 lookup value 這個就是你要查詢的值在哪裡 就是它 呢 啊 嘩 呢